早晨 第十四日 星期二得到 我是新聞報道員 小碧 現在白衣人已經成為condom 逐一被人抓了 今天竟然有一宗新聞站有個村民自爆 我有份打人的 在前年721元朗站的白衣人襲擊事件 七個白衣人暴動和有意圖而傷人罪成 其中判囚七年的鄧懷森 已就刑期申請上訴 有一個群組叫做珍惜群組召集人李碧儀 華記正能量的楊冠華等人 今天在元朗西鐵站東頭村的外面召開記者會 他們就說要還原真相地說 期間有個村民自爆在721當晚有份襲擊屠人 他就說我有份打的 楊冠華看到他這樣就叫他立即要走了 他就說喂大哥你別說出來 又說對方可能喝了酒而已 他可能剛剛睡醒而已 721事發地點的元朗西鐵站東頭村外的路邊 舉行這一個星土大會 他們掛起寫有沉冤代雪的紅字白布 重判不公、勢求平反的橫額 期間有幾個軍裝的警員和便衣在場戒備 並且拍攝整個記者會的過程 在採訪通知中表明會案件重演 但最終全程只有李璧儀和楊冠華發言 珍惜群組的召集人李璧儀 首先帶記者做一個道賞團 由元朗西鐵站G出口走到東頭村外 和楊冠華會合 他就說了當民主黨林卓廷帶人到元朗 又說有人在網上發文就說 得元朗得天下令元朗居民人心惶惶 他不斷強調元朗村民是被迫守護家園 自己作為良家婦女也是被迫走出來 強調元朗人不是黑社會 他又指當時是鄧懷森的燒烤樂園 介紹當地是鄧懷森養妻活兒 賴以維新的地方 現在變成停車場 他就說了 你說他是不是守護家園 你說他暴動? 真可憐 如果有人在你門口扔汽油彈 拿玻璃瓶襲擊 燒穿這樣 是不是要守護? 他又說上訴聯署得到多方的支持 透露北角的福建也會撤街站支援 李璧而補充 另外六個白衣人已經申請刑期的上訴 其中兩個已經獲批准 其餘四個還在申請中 當記者會舉行期間 一個沒有戴口罩的村民路過要求簽名 楊觀華立即問他有沒有支持上訴 村民就說了 當然支持上訴 他更坦然在7月21日當晚有份襲擊屠人 他就說了 我有份打的 怎會不在呢? 楊觀華立即掩著頭就說 喂大哥你別說出來 又立即幫這個村民找藉口 說他 他剛剛睡醒而已 他可能喝了酒 然後叫人家帶走村民離開現場 他就說了 你先回家吧 暴動這件事你不要走過來 李璧儀死兜就說了 連個老人家都會守護家園 幾十歲都要被迫守護家園 難道你抓他嗎? 楊觀華不斷叫這個村民離開 又叫李璧儀你害死他了 李璧儀在記者會後繼續死撐 就說了幾個年輕人都打死他了 而楊觀華就希望還原真相 就說721被抹黑 他就說了 想圍擊打721 說何君堯帶頭 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 他強調自己完全不懂得鄧懷森 也沒有收共產黨錢去奶共 他就說了 我現在下來泊車找個位也沒有 他批評判刑太重 很不適合 又說 如果我是村民 我有機會也會打馬一份 在記者會期間 楊觀華停泊在馬路的紅色私家車 被票控為例泊車 對一個姓程的男子 在8月12日天水圍被捕 涉嫌參與暴動和串謀有意圖傷人罪 也懷疑是721元朗恐襲的白衣人 李璧儀就說感謝外界的幫忙 他就說好多謝天水圍的同胞幫手 認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又指守護國家人人有責 楊觀華又邀請村民 在721當晚在場的人士和徒人表達意見 其中荃灣居民羅先生在721當晚 因為工作的關係在元朗附近 他說目睹一群人在地鐵站衝下來 他說見到村民見到覺得很害怕 不斷退後地說 又說了你們不要再走過來 我們和你無仇無怨 他認為鄧懷森判刑太重 反問為何不可以有一個discount呢? 在記者會期間多次出現鎮執 楊觀華先後和和理報記者口角 就說記者太吵 要求他停一分鐘說話 而且說他因為我全程說話 你在說話大家撞了聲 又說了也就是我給你一個麥克風 在記者會的尾聲 有穿拖鞋的村民到場投訴聲浪過大 那穿拖鞋的村民就說 我們池塘在錦田 做下資料搜集先 幾個月大我小孩都被你吵醒 你們不要那麼吵吵 楊觀華要求這個村民即場接受訪問 他就說你過來見養阿先生 但村民就不理他 所謂的平反721冤岸聯盟 在星期日8月8日發起全球網上聯署 並且在今日一連三日 在元朗多個位置設街站 包括元朗西鐵站G出口 朗平西鐵站B出口 元朗廣場等收集市民的簽名 計劃在下星期一向投訴法官行為 諮詢委員會的主席 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張舉能提交聯署 投訴721案的區域法院法官業阻聞 判刑不公 楊觀華指現在已經收集到6萬個網上聯署 目標是收集10萬個聯署 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香港的司法存在巨大的問題 這則新聞充分地體現到藍絲的腦子真的壞了 他們真的覺得自己做的事是對的 現在律政司拿白衣人來追企 不知道這個伯伯會否成為下一個condom 昨天和大家報導了一則新聞 就是關於移民潮下 MPF究竟走資了多少 和香港人口減少多少 然後今天下來接觸和大家說 在這個移民潮下 醫護的流失率令到有什麼問題發生 首當其衝的是兒童醫院的醫生 羅冠中辭職移民 他是醫管局12個心胸外科的顧問醫生之一 我們現在就聽聽這則醫護移民的引誘 在本港的移民潮下 專業人士的去向也備受關注 醫管局主席范洪凌透露 醫管局全職的醫生和全職的護士 流失率比較在去年同期上升 他就說了 令我覺得有點擔憂 他推斷流失率的增加和部分的醫護人員移民有關 而移民的醫生當中也包括資深的專科醫生 兒童醫院心胸外科顧問醫生羅冠中已經計劃移民 已經辭職了 羅冠中是12個醫管局心胸外科的顧問醫生之一 有一個不記名的顧問醫生就表示 羅冠中擅長天先性小兒心臟手術 他走了之後或會有青黃不接的情況 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會長林蕭志就說 政府一系列的動作和消息 使社會被白色恐怖籠罩出現移民潮 受影響的也包括了醫生 他提及到政府需要反思為何香港人對社會失去了信心 而醫管局的主席范雄寧 在8月13日出席香港行商大學傳播學院的 行傳感言訪談中透露 在去年7月1日至今年6月底 全職醫生和全職護士流失率分別是4.6%和6.5% 兩者都有上升趨勢 至於護士流失的情況方面 比較在去年的同期上升了0.9% 他就說這個數字令我覺得有點擔憂 又說我們肯定有這個流失率的增加一定有部分是關於移民的 范雄寧也提及到由於有部分的書家醫院醫生移民 因此有書家醫院向公共醫院的醫生刮割 令流失率有所增加 因為移民而離開醫管局的醫生當中 亦包括資深的專科醫生 例如是兒童醫院心胸外科顧問醫生羅冠宗也計劃移民 現在已辭職了 羅冠宗醫生20年前畢業在廣大的醫學院 之後在2009年獲得心胸肺外科的專科資格 擅長處理小孩子的複雜心臟手術 當兒童醫院啟用時 他就由瑪麗醫院轉到兒童醫院工作 這個醫院現時只有兩個心胸外科顧問醫生 根據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 直至去年年底 醫管局只有1,001個屬於顧問醫生的級別 即是在專科中屬於最高級別的醫生 而心胸外科的醫生中 只有12個人屬於顧問醫生 是所有專科中最少的一科 而另一個不願記名的心胸外科顧問醫生說 一般來說 專科醫生在英國、美國等國家比較難求職 因此在醫管局的流失率不高 反而是普通科的醫生越容易走 因為外國的需求大 甚至一般的護士去到外國都很容易找工作 可以去不同的病房、院舍等工作 所以流失率更高 被問及會否對手術有影響 這個醫生就說 一般專科的手術副顧問醫生也可以負責 但12個顧問醫生 每個都有自己的專長 如果是罕有的特別手術 便需要顧問醫生出手了 這個不願記名的醫生繼續說 好了 羅冠中擅長先天性的小兒心臟手術 因此當年兒童醫院落成後 羅醫生就由馬里醫院轉到這個兒童醫院去工作 雖然顧問醫生離開不會令手術排期延長 但醫管局應該加強專業培訓 即使在短期內人手沒有影響 但大概十年後會出現稱黃不接的情況 香港兒童醫院的發言人就沒有直接回應羅冠中的情況 他們就說這些是關於個別職員的個人資料 不會透露 兒童醫院又說 這個醫院的兒童心胸外科服務團隊 總共有兩個心胸肺外科顧問醫生 和兩個副顧問醫生 強調他們可以獨立處理手術 如果有個別職員離職 會採取應對的措施 包括盡快招聘以填補空缺等 而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 林蕭志就說 的確看到醫管局有員工離職移民的趨勢 他就說現在整個社會的大環境 的確多了人移民 他就說 有很多社會的因素 這些我都不詳細說了 他也說 醫生也是在紅樓之中的一員 但認為政府一系列的動作和消息 的確令社會被白色恐怖籠罩著 令人對社會失去信心 林蕭志又繼續說 其中一個醫管局員工離職的原因 和宣誓的問題也有關 他就說 以我們的同消息人士的溝通 到這一刻為止 沒有人說得到醫管局員工 是否需要宣誓 宣誓是否只有管理層 那有這個不確定性 令大家不寒疑 零蕭志繼續說 在強制員工打疫苗的措施中 醫管局的做法也影響員工的士氣 他就說 我們重新絕對支持打針防疫 但現在收到的消息是 很大機會在醫管局裡有醫生指 說不能打針的人 都可能要自費做檢測 零蕭志繼續說 香港工營醫療系統 一直都有壓力 一直都在踩降線 如果離職的移民潮持續 擔心會對本港的醫療造成壓力 強調政府應該反思自己的管治方式 挽救人才流失的問題 他更提及到 雖然醫管局有人財挽留的措施 不過如果你真是移民的話 那些人財挽留的措施其實是沒什麼幫助的 因為其實要移民走的那些 現在是犧牲了很多東西要走 那麼他也要走的時候 你加他薪金、升職的話 其實是沒用的 所以 零蕭志就總結 政府應該反思自己的管治方式 了解為什麼人民對社會失去信心 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小碑認識一些醫護的朋友 他也跟我說 其實由去年尾開始 已經有離職潮了 這個情況同樣出現在港台那裡 當然所有專業的人士 是最快可以走到的 因為他們有條件 無論financially 或者學歷上 他們都很容易可以在外國找到有關的工作 而小碑的其他朋友 包括做一些創作的朋友 他們都很多已經來了英國 反而一些做電影的朋友 他們就堅持留在香港 這個小碑也明白的 因為他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他們覺得 香港是他們的地方 不應該走的 醫護的人才流失 香港政府就會大條道理輸入所謂的外國人手 而大家都知道所謂的外國人手並不是西方國家的專才 他們一直想輸入大陸的專才 而大家都知道大陸的醫療體系和它的執業方式是如何運作 所以小碑也很擔心將來的香港醫療系統會變成怎樣 到其時會不會進到醫院就要收黑錢才肯做事 或者會更多更多的醫療事故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說說MIRROR的熱潮 使《紐約時報》出了文章專頁去否則這個熱潮的原因 《紐約時報》在星期四 8月12日等出一個報道 否則了MIRROR在香港當紅的原因 他們就說 近年社會政治動盪之後 MIRROR為香港帶來罕見的團結和快樂 他們就說 MIRROR卷席香港最引人觸目的效果 是它有能力統一一個分裂的城市 《紐約時報》英文版報道以一個heading This boy band is the joy that Hong Kong needs right now 意思是說這個藍團是香港現時正正需要的快樂 大大字成為一個標題 中文報道就是為何這一個偶像藍團在香港揭起熱潮 只在這兩年多來 香港經歷了2019年的示威、新冠肺炎和國安法等 政治上兩極分化、經濟上飽受摧殘 《紐約時報》就說 香港急需一個振奮人心的全員 在這時候MIRROR的組合來了 12個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似乎在一夜之間佔領了這座城市 而且在征服城市的同時為它駐入了歡樂 報道就形容 MIRROR這個流行組合並非罕見 就說他們從編排緊袖的音樂影片和高度風格化的投飾之中 很容易看到KPOP的影響 就像防彈少年團BTS用廣東話唱歌那樣 但報道就說在MIRROR身上看不到香港政治動盪的影子 反而在現實的動盪之中 MIRROR為焦慮的城市提供了音樂的調劑 報道有指出一些人還認為MIRROR是香港身份認同的象徵 追溯分香港的音樂流行歷史 廣東話流行音樂Kanton Pop曾經是香港主要的文化輸出 但在過去20年以來 隨著有韓國、台灣和大陸的娛樂業蓬佩發展 那些人對廣東的音樂興趣有所減弱 很多香港的明星將重心轉移到大陸 現在MIRROR正在推動對廣東流行音樂的熱情復甦 以及隨之而來更廣泛的家鄉自豪感 A border hometown pride 報道又說MIRROR是避免去明確表態的其實 又指只要與MIRROR的Fans聊了五分鐘 你就會發現重點是與香港的社會狀況無關 而是純粹健康的快樂 報道就引述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流行文化的 新聞和傳播學院教授馮應謙說 突然之間他們意識到他們可以放下所有這些所謂的社會大事 有一些更開心更有趣的東西吸引到他們遠離年輕時的政治僵局 報道刊登後有些網民表示非常同意 有人表示難得現在這個荒無無止境的香港 大家可以追聲暫時亡卻煩憂這樣也不錯 也有網民表示要把廣東話發揚光大 令全世界都喜歡聽廣東歌 而你們喜歡MIRROR哪一個成員呢?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哪一個呢? 和為什麼喜歡他們呢? 小啤就由原先喜歡ERROR 因為他們太搞笑了 然後後來MIRROR 紅了因為有大叔的愛 我就開始喜歡Anson Lo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 那些藍藍的戀愛 覺得很純真 很可愛 有網友說我咬字的情況是需要改善的 多謝你提點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 本身我說話是一點都不聰明 亦是說得很慢 咬字痴里根的 亦是不擅長去讀一些文字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比較折迷的人 來到英國之後 社交圈子都不太大 因為剛剛來到經歷了到現在的COVID-19 那麼長的時間 沒什麼社交 所有的社區中心或者所有的Courses 都停了大半年 其實現在還在停 有機會九月開學的情況 都未必是可以face-to-face一個教學 而小啤之前都是透過工作認識當地人 就在工作階段才有機會認識朋友 和和別人溝通 但也不是用廣東話 所以嚴格來說 小啤是來了那麼久 就沒有說過廣東話那麼久 只是和家人視像會議的時候 說過廣東話 所以說話的咬字 或者說話的流暢程度 是差了的 但是多得Tony和Johnny給我這個機會 現在我說話又正常回了 今天就是這麼多 明天見,拜拜!